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神中科 预见365位圣经名人 今天是8月25日 主角是马可 他的名字的意思不明 马可是巴拿巴的表弟 曾经在保罗和巴拿巴的传道旅程中陪伴他们 在巴拿巴和保罗发生级别争执之后 巴拿巴和马可同行 而西拉就加入了保罗的宣教之旅 马可加入了保罗和巴拿巴的第一次宣教之旅 但是在小亚西亚南部的某个地方 马可没有办法继续并退出 大约两年之后 当保罗和巴拿巴即将展开他们的 第二次宣教之旅的时候 两人在意见上出现强烈的分歧 保罗拒绝接受巴拿巴再次邀请马可加入的提议 圣经里面的记载和我们说 马可多年来 如何证明自己并不是好像保罗所说的那么脆弱 在保罗和巴拿巴各自选择自己的工作之后 马可成为巴拿巴的成功伙伴 马可似乎也和士徒彼得有密切的联系 而且据说他有一段时间 曾经担任士徒彼得的个人文士和翻译 马可是那段时间所获得的 有关耶稣生平的知识 成为日后他选写福音书的基础 保罗的几封信也都表明 后来马可和他之间 没有因为那次经验而留下永久的裂痕 两个人在后来就和好如初 我们可能有时不得不经历人生的波折 我们也都希望有人在发生这种情况的时候 不会立即放弃我们 而且如果能够再次给我们机会 以双手紧紧把握机会也都很紧要 现在让我们一同祷告 感谢主 感谢你不断给我新的机会 请帮助我善用他们 如果想详细了解马可 可以延伸阅读试图行转12章12节 以及15章36至41节 今天的人物介绍就到这里 明天会继续和你们分享 另一位圣经名人 再见